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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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杀了天之邪 是我 既然如此 你们都在 那我要整个南华给天之邪陪葬 要灭我南华的妖魔鬼怪多了去了 你父亲当年都没做到的事情 你凭什么可以做到 那就试试看 他受了这么重的伤 杀气依旧如此之重 如果真的就这么放任他发展下去的话 恐怕他的法力 要比之前的孽伦更深了 你们到底要杀我身边多少人才够 天之邪潜伏南华数年 又是王月的左膀右臂 我杀他有何错 我杀他有何错 那我也是摩尊血亲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因为我信你 心中伤存善念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师父 那就放下魔剑 回来回过 你休想 但鹿蜜粉 你犹豫了 你还爱着他 不管是曾经 还是现在 不可能 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爱上他 不可能 我不知道我们曾经发生过什么 但今天 我亲眼见你屠杀昆仑派及本派弟子 已无药可救 我不相信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徒弟 过去没有 现在也不曾有过 但我曾经对你有过什么不该有的感情 是时候该了断了 今天 我以清华宫公主的身份站在这里 如果你们再敢断 就是与我清华宫为敌 我不会任由你们伤害虫子的 秦柯 你竟敢帮助这个妖孽 我杀了你 秦柯是我徒弟 你不能动他 师父 还不快走 可是师父 我不想连累您 你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 就不再是南华的人 又何来连累之说 弟子忤逆失命 辜负了师父和南华多年的栽培 望师父原谅 秦柯 快走 早ас 你们没有必要来救我 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 你支撑起来南华 不就是为了来送死 还好秦柯及时送信给我 我倒无所谓 以后你怎么办 南华 我是再也回不去了 冲子 你能不能也不要回摩剑 不 我要为天之邪报仇 既然今日我没有死在他的剑下 那就证明我命不该绝 我要变强 我恨他毁了我的一切 今日感谢你们 只是以后我的事你们不要再管了 为我付出性命的人已经够多了 你们是我在仙门为数不多值得信任的人 我希望你们好好的 也离我远远的 感谢少侠秦柯 清华公公主卓昊 此后 虫子与你们一别两散 再无关系 我不想连你们也失去 你去哪儿 去找解药 能治洛阴凡失忆的药 父亲 你们都知道 我又去南华了 父亲要打 便打吧 这些年来 打也打够了 骂也骂够了 现如今你才是清华公的公主 你的决定就是清华的决定 往后我不拦着你 其实就算拦着你 你也不会听 还好没受伤 要不然啊 我又得找敏云忠说到说到了 快去啊 你父亲一直在这儿等你 还愣着干什么呀 长老们正等着你 商议东海的事情 既然没有受伤 就快些准备吧 好 父亲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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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秦克和卓昊那样的人 真不是好歹 竟然帮着子摩说话 今日本可以处置了他的 这等六界大祸患 真是一日也不得多留 师父 你怎么了 可有何不妥 你是无事可做吗 为何整日待在这里试弄花草 师父不喜欢 听血以后不弄了 等等 你再说一次 你是何时来到南华 你和虫子什么关系 他到底做过什么 师父 听血再说多少次也是一样的 当年 我与他在凡间遇到师父 一同被师父带上南华 可他终究是魔 谁知道他拜师存的是什么心思 反正他最终死心不改 堕入了魔族 师父 你是不信听血吗 那殿门上的竹波剑是怎么回事 为何秦柯一直说是我对不住他 卓云基的死究竟又是怎么回事 你和我一一说来 不需有任何隐瞒 师父 就凭今日秦柯和卓浩的一面之词 你就不信我了吗 虫子入魔天下皆知 他本就是逆轮的女儿 只能是你的敌人 再说了 他今日持剑冲上南华 要杀了你 你为什么还在追究过去 是我伺候师父伺候得不够好吗 我就如此比不上他吗 我只在乎真相 听血不知道真相 就算知道 为了师父 我也是不会说的 那你今日便下山吧 我无心照顾你这个徒弟 听说你去南华挑事了 还输了我 这骆英凡出手 的确是重了些 当真是不顾及旧情 只可惜 你纵有一身煞气 却连你父亲当年万分之一的威力都不如 我的力量 现在还抵不上鹿英凡 我要你帮我 你当真能狠下心了 当然 的确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训剑 训剑 以你现在的实力 就算修炼上百年 上千年 才刚刚能和洛英凡比键 但如果你 你与魔剑合而为一 你的躯体将再也不能限制你 魔剑即是你 你即是魔剑 你将会比你的父亲更加强大 我父亲没有训剑 他本来可以的 但因为心中有了情欲 扰乱了心志 他根本就放不下这些 想要成就一番大事 就必须抛下爱恨 说得轻巧 你如此缜密 决诈之人 若是有心 也能成为天魔 你不是也没有成功吗 我为了完成理想所付出的 比你想象的沉重得多了 你的事我不感兴趣 休想蛊惑 要训剑 你自己训 你don't let me know 不 Joint, Let me know Luke 仲子 答应我 千万不要入我 千万不要冲倒我的覆车 大叔你放心 我是不会训剑的 摩尊 你看他根本不上当 想不到他这么不好评 摩尊 那我们要快呀 趁着现在 仙门给洛英凡下绊子 洛英凡完全顾不上他的时候 我们要让他 释放魔剑的全部力量 就差一点点了 要不 我让我手中的筹码 再多加一个 摩尊怎么想 我们一直都忘了一个人 你去帮我办件事 浩尔 听肃秋说 这段时间你一直在修炼 不再像以前那样单于玩乐 或甚是欣慰啊 我的事 不需要你跟父亲讲 我自己会说 卓昊哥哥 我也是好意 但没有分寸 你照顾父亲我很感激 但就算这样 我也不会跟你成婚的 怎么跟苏秋说话呢 公主 清华山附近有魔族在作乱 浩尔 我们去一趟吧 是 我也要去 不需要你跟着 苏秋 你在这儿等我们回来 苏秋 庄公主 求求你饶了我 我 我有紫魔的消息告诉你 什么消息 快说 听说紫魔准备训剑了 训剑后 魔剑将会恢复全部力量 到时候 恐怕是逆轮魔尊 都比不过他 死化当真 千知万确 父亲 真 使馆重大 得马上告诉南华 一旦魔剑之力全开 那整个仙门都要遭殃了 当年一轮还没有训剑 就已经弄得六界天翻地覆 如果紫魔比他还强大 那这后果 简直不堪设想 父亲 通知整个仙门又如何 最重要的是阻止紫魔训剑 谈何容易啊 或许 我可以试一试 你不要命了 你忘了上次他是怎么对你的 父亲 这次我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天下 您 我有责任阻止崇子训剑 你有把握能说服他 父亲 您就让我试一试吧 我如今已是清华宫公主 我也有分寸 您不是也想 让我为清华做些什么 为仙门做些什么 不是吗 可要是万一 父亲 这个您大可放心 我和崇子怎么说 还是朋友 就算劝不回答 也不会有危险的 事到如今 你只能如此了 万事小心 浩尔知道怎么做的 从前 是浩尔不懂事 之后 不会再让您操心了 浩尔 父亲就你一个秦人了 你答应我 早去早回 好 你就是子魔 是来杀我的 那日你为什么不来 我等了你两天两夜 你为什么不来 你要我的命 那你拿去便是 只是你为什么要那么对我 两生是毒 你不要再辜负他了 我以清华宫公主的身份 站在这里 如果你们再敢动 就是与我清华宫为敌 我不会任由你们伤害崇子的 师父 你有想守护的人吗 仙门中人 以天下苍生为念 你呢 既然师父守护天下苍生 我便守护师父 你愿意嫁给我 成为我的妻子吗 是心头 我到底是什么时候中 师父 快看我写的字 好不好看 师父 师父 快尝尝糕点 师父 师父 快喝茶 您烦 我的记忆 还能解吗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你当日 为了修行过于激进 不慎走火入魔 所以就失去了记忆 我和你师兄 还能骗你不成 为什么不会 从你们让我去斩杀子魔开始 我周围的一切 都变得匪夷所思 如果你们不告诉我真相 那我就去问清华宫卓耀 天山派蓝长教 昆仑君夫妇 总有人会告诉我真相的 宁凡 别激动 别激动 你是先门手作 跑去东问西问的 像什么样子吗 我一向说到做到 你很清楚 你 罢了 我也知道瞒不住你 迟早都要察觉的 玉头 此事都是我的错 不过我和督教都是为了你好 更是为了我们南华的声誉呀 与南华又有何感 我只想问 我是不是中了 让人失去记忆的毒 解药何在 解药 他既然那么固执 你就告诉他又有何妨 告诉他 为什么会忘了那个孽障 看看他自己做的事情 到底是对是错 是对是错 无需告遗忘来掩饰 好好好 你服下的药 名叫凤凰类 至于功效 我相信师弟 你也有所耳闻吧 凤凰类 忘情水 你不是想知道 你师兄为什么要瞒你吗 所有的人你都记得 却唯独忘记了他 这凤凰类 就是你要的答案 要不是我们想出这个法子 还不知道你会做出 什么荒唐事来呢 就此忘了也罢 原本就是那个孽徒 想借你们师徒关系 来诱惑你的 众所周知 那凤凰类 没有解药 既然能够让你忘记 就绝对不会让你再想起他 难怪 难怪 难怪自出风上 有那么多沾染着 他痕迹的东西 他为何 要和我说那些话呢 没有想错 一凡 不劳实行非心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处理 一凡 一凡 他自从服了凤凰类之后 对他的心血影响很大 这样下去 不利于他修行 我们还是随他去吧 望潜水 望的是情 倘若无情 又怎会忘记 外面怎么这么长 有客人来了 我自然认识 原来是清华宫的公主 有失远迎 还望悟光 少跟我来这一套 你上次 可是连门都没让我进 那个时候不一样 那时清华宫的公主 还是你的父亲 我们自然要顾及到他的夜面 所以不让你进来 可如今不一样了 公主 人嘛 果然还是要服老 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态 明显就积极很多 不会一上来就打打杀杀 未来先进 也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来传承 你说是呢 没工夫听你废话 让我见虫子 我还以为你是来见我的 卓公主如此心情 也不问我人家愿不愿意 她肯定愿意啊 这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 你到底让不让我见 既然来了魔神殿 就要守这里的规矩 子魔也算是魔戒 仅次于我的存在 自然要省章法 卓公主若是答应好 便是我们魔神殿的客人 只要遵守我们魔神殿的规矩 我自然会带你去剪此 好 我答应你 按你们的规矩来 魔神殿的兴趣爱好 就是擅闯别人的房间吗 当然不是 我是来给你一个惊喜的 谁让你动他的 这仙门的人 三番五次私闯我魔神殿 说是要见你 你可是我的子 不付出点什么 岂能说见就见 这可是我魔神殿的规矩 带他来见我 我见到他的时候 希望他毫发无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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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让你不要跟我扯上关系吗 你为什么不听 让你逞巧 受了不少苦吧 都是些皮外伤 和你受的苦比起来 算些什么 不过那王月确实卑鄙 谁知道 他口中说的魔界规矩 居然是受血刑 都这样 还有心思说笑 从此 听我俱劝 别去训诫 一切尚有转机 可你一旦训诫 就会肉身被毁 神志尽散 成为一个 被杀气操纵的傀儡 到那个时候 你还能知道自己是谁吗 原来你做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劝我不要训剑 可训剑有什么不好 我现在这样 打不够落殷犯 又怎么在魔界立足 可是你还有我呀 我如今 已成为清华宫的公主了 哪有你说得这么容易 这六界之争 岂是你我能左右的 是谁 我要带你离开魔界 我知道 你不喜欢这里 也不应该在这里 这样折腾自己 又是何苦呢 我带你走 我们走得远远的 上天入地 你想去哪儿 我们便去哪儿 我不是洛阴凡 我也不会 再由着他伤害你 是 你不是洛阴凡 可这世界上我唯一挨的 就是那个辜负了我一次又一次的洛阴凡 他给你的 不过是他力所能及的 而入依 你绝对地赤城对你 就这样 也不能让你 分一点点喜欢给我吧 朱昊 我答应你不训诫 也不会伤害 清华弟子的性命 所以请你忘了我 日后若是不幸冰人相见 还请你不要念及旧情 我定然如你所愿 一别轻言无提 一别轻言无提 不让明月多情 这身后 谁舍得忘记 谈此生 谈余生相逢 梦里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 你在里面有问题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先躲 朱浩 不要 朱浩 不要 我跟小娘子啊 开玩笑的 不算无聊 你别怪她 你还敢说 谁是你小娘子啊 叫我生小香狗 我便饶了你 心腹之休息 混账 你为什么让我看这些 你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迷雾 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小娘子受苦 却什么都做不来 住口 被洛英凡害了一生 也甘之若银 你对他满腔诚意 却被弃之如碧驴 虫子如此爱你 你真的不恨我 你给我闭嘴 要杀便杀 我是绝对 绝对不会恨虫子的 那洛英凡呢 洛英凡是虫子的死结 他不忍心杀他 你可以替他复仇吗 只要洛英凡死了 虫子就能真正的解脱 我 杀了他 那就来我这边 我可以给你力量 只要能守护他 成魔又有什么关系呢 救命 朱雅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为什么会来这里 公子 您可好久没来了 这小嘴姑娘没跟你一起啊 来 里面请 来 这边 公子 公子 里面请 这边 来 公子 这边请 来 公子 公子 今日客人有点多 就剩这一张桌子了 我记得上次小嘴姑娘也是坐在这里 给你点了一大桌子好餐 等了整整两天 谁劝都没用 所以我还是没等到的 这一桌子的好酒好肉 全浪费了 太可惜了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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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咱们还是老三样 烤鱼 牛肉 二两九 原来 您稍等啊 这些小根本就没有神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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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嘴 我是一箱 你是龙的虾 危险危险 我是一箱 公子 星辰旧梦 燃料因果 离合悲欢辗转 情思纠缠 不认斩断 为人招募相伴 春来秋往 一朝风云消散 别再寻乱 师父 你快尝尝 这个可好吃了 尝尝 真的可好吃了 真的 我喜欢吃的 师父肯定喜欢吃 难道正如他们所说 是我把你给弄丢了 从今以后 师父不会留你一个人 好 找风云消散 你在心旁 收缩终 仪式相守 爱恨欲罢难休 天命捉弄 燃尽灯火 月光晃晃照我 往事漂泊 深情总千万种 此后岁月空从 此后岁月空从 离人何时相逢 清晨旧梦 暗亮因果 离合悲欢辗转 情思纠缠 不认斩断 为人招募相伴 春来秋往 一朝风云消散 你在心旁 鑽星 也能够伤在那儿 还需要 你 太阳了 还永远 她 站下 横 快快快快 海生总算见到尊者了 天参派弟子为何对你们下杀手 浮生派其他人呢 我 区区小事 不值一提 听说虫子姐姐她 她现在还好吗 你认识她 那是自然 尊者忘了吗 虫子姐姐曾救过我的姓母 海生莫齿难忘 我们扶生派 就是因为虫子前辈 才落得如此下场 好了 怎么弄我 住嘴 尊者面前不得放肆 他对你们做了什么 他倒没做什么 但先前师父去天山 参加仙门大会 天山派掌门 非说虫子前辈入了魔 师父不信 一怒之下便与他们争执起来 被赶下了仙门 天山派还不肯罢休 整天找我们麻烦 师兄弟不堪欺扰 跑得跑伤得伤 现在啊 就剩我一根毒苗了 扶生派 也名寸师王了 是他们天山派欺人太世 说虫子姐姐入魔 我是绝对不信 若让我留下来 与他们同流合污 倒不如回到人间 我们扶生派 就算不一张仙门 照样可以修行求道 可虫子 的确已经入了魔 连尊者都这么说 想必便是真的了 但是尊者 你要相信虫子姐姐 她曾对我说过 只要心存善念 人人可以修得先骨 在你印象中 虫子是个怎样的人 神情若化为新秀 思念曾遗留 今生若擦肩而过 一眼曾看透 命运若注定不休 又何惹何惧 又何惧之首 如你眼眸 一生所求 一世相守 爱恨欲罢难求 天明捉弄 燃尽灯火 月光晃晃照我 往事漂泊 深情总千万种 此后岁月空从 离人何时相逢 前尘旧梦难料因果 离合悲欢辗转 情思纠缠 无人斩断 为人招募相伴 春来秋往 一朝风云消散 你在心盘 秋术